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我没事的 你别和小木兰吵 我希望你们两个和睦睦睦的过日子 她都这样对你了 你还不懂她说话 让你跟我妈调歉 你以为你这样说 我就会再一次相信你啊 随便你吧 反正四年经过 我已经跟你说了 信不信有你 你就不要再等你跟我脚边了 你小木兰为什么就死不成了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吧 哟 小木兰 这么快就要走了 我以为你能在这里多累几天啊 婆婆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冷嘲热讽的啊 叫你别对着我干 你还不信 现在好了吧 自作自身 别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装给谁看呢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 你要这样对我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赶紧些吧 最后别再回来了 哎 我哪里回来啊 嗯 我来看看你们 看你这样子 你是不是和小花又吵架喽 没有 好了 我把小妈都先回家再说 好 你老师跟妈交代这次的 这是我老师啊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有时候感觉坚持不下去了 你被子这么长 不想抱着 不想理解 不得让着过不起呢 我知道的 我也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 如果拿着过分给你 你就回来 这永远是你家 嗯 好了 瑞瑞快放手了 你想休息的 我起来接了哈 妈 还是我去吧 好久没见她了 还有一点想她 大家好 我是孟岚 生活虽有千般苦 但我们不曾放弃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孟岚的支持和陪伴 你要是在这个样子 你信不信我叫我儿子把你凶了 妈 今天孟岚回来 有些事啊 我得好好跟你说一下 有什么事你就说嘛 别跟我拐弯抹角的 你之前怎么对孟岚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次我叫她回来 不是让她回来是委屈的 我希望你好好对她 我对她一直都很好的 只是你没看见而已 反正跟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你欺负孟岚 别怪我连你这个妈都不认 知道了 知道了 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你了 小发 哎 孟岚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我还说我去车站接你了 不用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小孟岚 这次孟岚回来了 就得好好休息 谁让整天想着干活 是啊 孟岚 妈说得对 你啊 现在就要多休息 没事的 别追劲了 你好久在家里面给我呆着 我马上出去干活了 好 你快去吧 不用管我 嗯 还有妈 刚刚跟你说的话 你一定要放在心上 你去放心好了 赶紧去忙你的 春秋秋代 我怕等不到你的爱 小孟岚 你别以为刚才我叫你闲着 你做真的什么事都不用干 婆婆 这些我知道的 知道就好 就怕有些人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婆婆 你不用在这里说这些阴阳怪气的 请你赶紧生死好了 去做饭 我现在没空 你先去把饭煮好了 待会我来炒菜 我自己做的话还给你弄一口三 你到底要去不去 去 当然要去的 我自己也要吃饭 可是我这里还没弄好呢 别以为你怀疑了 什么都可以不干 婆婆 你只能说我什么都不干 可是我什么活没干啊 管你的 反正待会你自己把饭做了 使得你看着我二爷 我看着你也烦 你又在这世界 什么啦 你能不能做快一点 婆婆 你就别没事找事啦 我只是叫你做快一点 收你两斤还收不得呀 行嘛 你看你坐在这里都是什么 一点热都没有 你当是养猪啊 婆婆 我要做的不合你的胃口 你就自己来抓啊 你一个娘是辮子 赶快让娘顶嘴了是吧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要是在这个样子 你信不信我叫我儿子把你修了 那你就叫她把我修了呀 反正你这样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 所以我无论 你恨着错不停的轮回 什么啦 你到时候你这是弄什么路啊 超死人啊 你干嘛 谁扔你了 发这么大脾气 就你办点事情你都办不好 办什么事啊 你说话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我结婚你心里妈咱们就把父亲们拿回来 咱们就把结婚的拧了 结果都起签了 你都还没拿回来 我问过他们了 他们说这两天在我外婆家那里玩 等他们回去了 我再过去拿 难道他们不再叫你结婚人自己去拿 我又没有钥匙啊 而且这结婚的什么时候不可以拧啊 非得今天去拧吗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啊 我看你是故意找这个 不想给我过一辈子 我要是不想给你够 我何必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管你了 你自己看得到 要你说你要不拧的话 以后我批你了 小布兰 你还在这里弄这个干嘛 婆婆 有什么事吗 我叫你去摘点猫头 待会我拿去给你呜呜呜呜呜 你怎么还没去啊 婆婆 我把这些弄晒好就去 请你赶紧去 待会我自己来晒 看你家做的事情啊 偷偷拉拉的 行嘛 那我去拿个提篮 布兰 你拿着这个提篮是要去拿的呀 团姐 这两天猫头熟了 我又摘点回来 刚好我也要去摘点猫头送去给我 外婆他们吃 我给你一起去吧 好啊 那我们走吧 嗯 木曼 你怎么了 怎么看你今天命命不乐的 哎 是因为小发啊 她借我去我家拿夫客们跟她点结婚证 但是我爸妈他们这两天又没在家 小发她那个人就是急性子 想一出试一出 团姐 我真的感觉做女人好难啊 木曼 别想那么多 管她的 自己开心一点 嗯 我们家今年中的这个猫头 她还挺大个的 是啊 之前我还担心今年天太干长不好了 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 要不明天赶紧我们摘点去卖 可以啊 那我们快摘吧 这个天要下雨了 团姐够了 我们先在这些回去吃了 明天要卖的到时候我们再来重新摘 好 现在先卖的要新鲜一点 嗯 走吧 小木兰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我又怎么都惹你了 你这几天都几点了 早上都还没弄好 我们都吃过了 刚才借你那十二时间你忙睡懒觉 我老婆在酒店太累了嘛 身上有点不舒服 刚刚我给你留了单草饭在碗龟里面 就知道你心疼我 不知道 那个水头还是灭你就不要给我洗了嘛 等一等我又穿得下低 都这么脏了还不让我洗 就你别洗π你就别洗了嘛 我都服了你了 都穿了几个月了 每次给你拿来洗都不乱洗 别唱了 把鞋给我吧 把鞋有一天能不能讲点卫生啊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干回去了 你那个脾气自己收点一点 不要再去找那个牛大哥扯皮了 小妹 你累不累啊 你这不是废话吗 累死了 我真是扶你了 这才多大点茶 我先走了 你搞快点 你先去 我先去 马上就来 彭姐 小妹呢 她累得不行了 还在那边休息 那我过去帮忙她 小妹 二嫂 你可上次来了 好了好了 我来扛吧 团姐 你从山上扛下来已经很辛苦了 先休息一会吧 没事的 多大点火啊 行吗 那我们先把这些坐上车 团姐 你追点舍哦 你们想把这些才扛回去呀 我和小妹去把上山本才扛下来 好 唐姐要不你一个人去算了 我回到做饭等你们 随便你了 反正今天你也辛苦了 唐姐要不一行回去吧 饭菜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回去炒一炒就可以吃 也行 小妹走了 来了 什么来看我今天不湿了你的嘴 婆婆谁又皱着你了 一回来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还有脸味敢做不敢当吗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都在这个地步了你还不承认是吗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直接说出来 不要搁这么莫名其妙的好不好 你是不是在村里面到处乱说 是我姐姐什么事都不做 就只要欺负你 还是我跟年轻大了像生气面一样 婆婆你就别没事找事了 再怎么样我也知道家惩不可外扬 村里面的人都给我说了 难不成难过有错 人家会无缘无故的嫌妄你呀 为什么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我说的你从来就不相信吗 你有什么理由让我相信你 都在现在你还不承认 难道要让我去找人来跟你对质吗 你早来呀 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承认什么 再说了我怎样拿有时间去跟人家嫌你啊 小孟娜小孟娜 我又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为什么心机那么重 又分毁我的名声 哇你在说什么 谁分毁你的名声啦 除了你这个好媳妇还会有谁啊 一天你就瞎扯吧 孟娜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啊 妈孟娜你来不了解吗 他在别人面前都是说你的好 你一天就知道真的他 他到底是怕你承认你了吗 哎你这个不孝子 我都听着听到别人说了 难不成我安慰言枉他呀 来那你来告诉我是谁 叫他来给我当面对质 反正我不管 今天他要是不贵着给我道歉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婆婆我都没做过的事情 你就一口有力是我做的 我怎么可能会给你道歉啊 你别以为有小白在这里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死不承认 妈孟娜都没做过的事情 你还非得比他承认 哪个人家想去到承招啊 哎你这个本野辣 你是想欺识我啊 孟娜你别管他 你干嘛什么去忙你的 他就是我你取了 哎孟娜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团姐我准备去地里面 这点辣椒回来做辣椒酱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你刚刚会回来 先回去休息一会吧 太阳这么大别待会中暑了 没事的我这会回去 又没什么事情做 待会回去一两又要逼我去乡亲 行吗那我们走吧 哎对了团姐 婆婆最近为什么老师 叫你去乡亲啊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是生了别人的好处吧 婆婆老师为了一点好处 就做出这种事情来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别管他 咱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嗯孟娜咱们家这个辣椒 今年长得好好啊 是啊不仅长得好结得又多 那我们都再点回去 做辣椒酱上次做的 才几个星期就吃完了 嗯 孟娜够了吧 差不多了 走那我们回去吧 好 看见我是你的 问不到背后